光源二三世 整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好久没有介绍好的亲情电影 今天我想把这个好故事介绍给你 一起来看美国女孩 2003年的台湾新北市一生轰鸣 方怡看着眼前的大包小包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她用英语把妹妹方安支出去取行李 却还是让妹妹和自己顶起了嘴 母亲莉莉及时提醒两个女儿不要再闹 等会儿见到父亲一定要讲中文 此时一家之主的宗辉在机场外交集地等待着 时隔五年再见自己的亲女 说句实话 宗辉的内心是复杂的 作为一名弟弟到到台湾长大的孩子 宗辉算是比较成功的 当初她辛辛苦苦把妻子女儿送去美国 却怎么也想不到最后的回归是如此的一个结果 一声哨响 女儿喊爸爸 久违的声音让宗辉瞬间笑了 方姨不明白父亲怎么就能吹响口哨 宗辉也搞不懂大女儿怎么就长这么高 然而方姨问出的话却只是关心美国时间是几点 还是用那近乎流畅地道的英语 莉莉解释道 大女儿这是想朋友杰西了 在美国 杰西可是女儿最好的朋友 宗辉哄着女儿 在这里也可以结交新的朋友 不需要 反正暑假就要回洛杉矶了 我答应杰西一起去马树营 方姨的话让夫妻二人沉默了 毕竟如今回不回美国 早已经身不由己 时隔五年 那个家还是那个家 在闹市区 在顶楼 在一片昏暗中一成不变 看着方案拿着掉落的蒋皮 莉莉就气不打一处来 说了多少次 修复蒋皮 五年了依然还是没有动静 五年了 还是以出差为由推脱 方姨急忙想开电脑联系朋友 莉莉强硬地拒绝了孩子 方姨简直恨透了此次回到台湾 这里哪哪都不顺眼 哪哪都让人心烦 或许也只有手中名为水花的马蹄铁 才能让这烦闷的黑夜多了一份想念 方姨对于那当年和妹妹按下的手印 依然没有了印象 父亲总归此时过来告知大女儿 今后就要在这新店区的学校学习 要穿新校服 还要剪新发型 听着妹妹抱怨自己剪短发一定很丑 方姨实在搞不懂 什么学校规定一定要短发 这简直不可理喻 莉莉怎会不知女儿的怨气 然而这些东西 在面对那个早已睡着的丈夫 却硬是说不出来 当年的结婚照如今在昏暗的灯光下 更为破旧 夫妻之间的谈话如同那陌生人 三两句已经算是多的 五年 五年没有见过的枕边人 让莉莉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或许是疏远 或许是愧疚 或许是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难过 睡不着的不只有莉莉 方姨仍然想通过电脑 联系远在美国的朋友 和那直直不连接的网络 仿佛一直在提醒着孩子 这里不是美国 这里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 该来的还是要来 总会急忙放下工作赶到了医院 两个女儿都不知道为何母亲第一时间要来医院 原来莉莉早在美国已经查出乳腺癌 如今肿瘤变得更大 医生闺蜜及时提议莉莉赶紧手术 然而莉莉依然担心孩子们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面对丈夫和朋友的规券 莉莉只能接受两个星期后的手术 只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无奈 在莉莉心中苦到不能再苦 哇哦 这谁家的姑娘这么漂亮 总会很想用玩笑让方姨放下帽子 很想告诉孩子 剪了短发没什么大不了 直到下车方姨还是担心母亲莉莉会不会有事 总会不知道如何开口 只能笑着说算命地认为妈妈比自己长寿 更是拿出零花钱 让女儿能在学校的第一天开心起来 只是那种急愤怒 犹如窗外的雨 散不去 消不去 联络铺拿回去要让家长签名 待人接物要用双手 每天早上七点半要搞墨写不能迟到 这是班主任面对方姨能说的所有话 在这里不关心你是不是美国的高材生 也不关心你之前的成绩有多优秀 如今的方姨看得懂ABC 却实在听不懂 老师口中木兰师所用的泪叠排笔 还没来得及寄完笔记 老师早已擦起了黑板 此时一个同学热情地把笔记递给了方姨 原来同学是当年方姨的邻居私庭 小学同学如今在国中重逢 也算是让方姨多了一份意外的开心 你不是去美国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哇哦 你真的变成一个美国人来 私庭的话让方姨沉默了 她说不清为什么要回来 她也说不清 什么是对方口中的美国人 因为工作原因 总会让自家大姐临时照顾 已经做完手术的妻子莉莉 好在这次手术很成功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莉莉如今甚至虚弱到 连喝水都无法自理 但是心里却想到了另一件事 她希望丈夫可以整理一下旧物 看能不能换个更好更大的 房价跌有什么用 跌到谷底我们也买不起啊 如今这个景气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这两句话 在莉莉看来 锋利多过手术刀 在自己的心中反复翻墙倒海 却痛到不知道该如何说出 哪怕一句话 因为莉莉住院 照顾孩子的重任 就落到了父亲宗辉头上 经典的炒饭 搭配美式番茄酱 就是宗辉能做到的唯一美食 然而没了妈妈 方恩根本不在意父亲的手艺 只是自顾自制证的花生酱 他不喜欢番茄酱 更不会对父亲即将到来的怒火 有丝毫的让步 一气之下 宗辉收掉了孩子们的碗筷 方恩却不可时宜地询问父亲 自己能不能有一台脚踏车 每天都只会要东要西 你们几岁了 不能成熟一点吗 那一刻 方恩沉默了 他不知道那个一直爱自己的父亲 怎么如此大的火 他只知道或许回到这里 一切都变了 除了班主任 方恩最恨那个臃肿的数学老师 总是那么严厉 总是那么凶狠 就在一声灵响 方恩准备收拾放学时 思庭急忙拉住了方仪 这里不是美国 这里也不是洛杉矶 面对已经回家的莉莉 方恩直言 一切都糟透了 美国人 是所有同学为方仪起的外号 可是看着眼前虚弱的母亲 四周昏暗的气氛 几乎吞噬了方仪 妈妈 等你好了 我们能够回美国吗 女儿的这一句英语 莉莉真的答不上来 她只能说 和爸爸在一起很好 只能说 全家本来都要在一起 只能说 或许当初就不应该去美国 反正妈妈也活不久 放仪器的转身就走 莉莉心中五味杂陈 她不知道这股子较劲 是对自己 还是对那病魔 或是 那本来就应该实现的美国梦 3800万的房子 怎么可能买得起 老公 你处理一下顶层的鸟笼 都是味道 爸妈 我要回美国 我从来没说要回来 那我是故意生病吗 五句话 一家人 旅准不对马嘴 风马牛不相及 总会还是一家支主 他可以让这全家人的第一顿饭 安安生生结束 然而洗碗时分 两个孩子听着屋内父母的争吵 他们忽然明白 这次的回归并不那么简单 方安以为母亲要死 方姨以为 那个坚强的父亲 不会在那抽烟的天台 露出无力 总会以为只要不去想 好好去治疗妻子 就有希望 然而所有人都以为 都抵不过当事人 莉莉的一次化疗 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一直在提醒着莉莉 这是病魔 这是生命 这是人生 这也是她必须去面对的苦难 如果说莉莉面对的是 即将到来的死亡 那么总会每天都要面对 岌岌可危的公司 虽说做到了高层 但是不断提高的支出 和那永远不断的出差 都在提醒着宗徽 男人不能倒下 唯一的爱好 或许就是那已经奢侈的高尔夫球 此时 此党再次推销起 自己搜来的神像 说到这个 宗徽气不打一处来 各路神仙 各种神兽 宗徽买了一屋子 可收入还是那么一点收入 如今信教的妻子回来 这些东西 说什么都不能再拿回家中 当家中的平安符换成了十字架 忙碌的丽丽已经分不清 捡支架的到底是姐姐 还是妹妹 方怡还是那个倒行逆施的孩子 只是在扔垃圾的时分 还是会手足无作 好在今晚 那个最近暴躁的父亲 吹响了口哨 这一晚 方怡终于得到了 心心念念的脚踏车 楼上的妹妹也想要 那一刻她伤心了 好在那个母亲 总会和女儿高兴 因为家里的钱 买不起第二辆车 如今的书店中 挂的是大红的F4 放的是说爱你 方怡很想真的试一试 是不是说出斯婷 告诉自己的秘密 对方就一定会打哭 说句实话 斯婷很羡慕方怡 有一个会说英文的母亲 也有一段流洋在外的经历 虽然你母亲不会英语 但是你的母亲没有生病啊 方怡的话 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她不懂如今在流行什么 她只关心那全是英文的最新美国杂志 似乎只要看一眼 自己就还在那个梦想的地方 这一天 斯婷第一次进入到方怡的家 这在得知方怡是多么喜欢马 原来美国好友杰西是方怡的邻居 而那匹名叫水花的白马正是杰西家的 在方怡看来 骑马如同让世界停了一下 在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 斯丁怂有方怡骑马 可是想在台湾找到马场并不简单 面对家里的破网络 斯丁提议下次电脑课 可以偷偷找到真正的马场位置 忽然间急促的敲门铃声让方怡反不胜反 原来是妹妹方安忘带了钥匙 方怡为了惩戒妹妹坚决不开门 察觉到不妙的斯婷其猫离开 进不去门的方安悄悄跑上了天台 终于见到了养鸟的大叔 也终于可以亲手问一位那龙中之鸟 晚间话聊结束的莉莉疲惫地爬上了楼 叫门不开下 莉莉询问妹妹到底在哪里 此时方安被邻居送回了家中 莉莉质问起大女儿为何如此对待妹妹 你自己得了癌症 弄得如同全家都像得了癌症 我送你去美国就是让你这样跟我说话吗 你送我去美国是为了不一样 迟迟到家的宗徽并不知道这一段英文对话 却因为忘记买蛋 再次和妻子吵了起来 如今的两个女儿 谁都知道父母可能会离婚 方怡觉得只要不跟母亲 怎么都可以 方安却不知道如今的姐姐是否还想回美国 现在想想 在那里的一切并不算完美 母亲每天都要找不同的折扣券 而冰雪皇后的冰淇淋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你英语那么好 怎么还去补习英语啊 此时方安的补习班同学嘲笑着方安而来 模仿着小女儿的英语单词 言语间有着一种关于身份隔阂的机缝 方安不想和同龄人做朋友 他想和姐姐的朋友一起玩耍 哪怕带驾驶器的带钥匙 他也觉得好过那些叫自己美国人的同学 终于到了电脑课 斯廷和方怡成功找到了麻长位置 他们有自己青春的期待 然而面对不断掉落的长发 莉莉只能背对丈夫正对梳妆 偷偷藏起掉发 不知情的宗辉提议周末带女儿去动物园 在她的印象中 动物园还是孩子们的最爱 又是哄孩子 又是文化疗日期 本能的 莉莉发现丈夫不对劲 原来宗辉还要跨海出差 宗辉虽然嘴上说着买不起 妻子的话 她还是记在心里的 盘算着把美国的房子卖掉 再做点生意或许还有可能换一栋新房 只是如今的争吵 从房子变成了出差 从换房子到底是为了妻子 还是为了孩子 三句话 最多三句话总会起身边走 她不想吵架 更不想解释 当诊辩人变得冷漠 无言的伤害更胜过千言万语 好在还有闺蜜陪着莉莉 五年下来 没有完成梦想 却落得个一身疾病 这是莉莉在美国摸到硬块后 最大的感受 一切都已经破碎 再也回不到当初 她只能把生活的琐碎 化作笑话 她想笑出来 哪怕用自己的丑 去换来别人和自己的笑 化疗的副作用远超出莉莉想象 如今的莉莉虚弱不堪 连连呕吐 大女儿方也有自己的难题 面对那差到糊涂的成绩 和要家长签名的联系簿 方也有了自己的盘算 准备模仿父母笔记 擅自签名 莉莉强撑着榨出的胡萝卜汁 却是大女儿最烦的东西 那你长大之后 得癌症可不要怪我 那你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生孩子 方也的顶撞再次掖住了莉莉的话 气到发痛 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相比较和母亲处处作对 方也还是喜欢幽默和善的父亲多一点 总会知道母女不和 接着买书桌的机会 还是希望女儿能够照顾一下母亲的感受 方也实在不明白 父亲怎么会找这么一个妻子 说句实话 宗辉自己也不明白 自己当年家中家徒四壁 兄弟姐妹几个人中 也只有宗辉考上大学 出人头地 那个时候 宗辉很喜欢洋气的 会说英语的丽丽 随着生活一点点变好 就有了后面的美国梦 方也还是希望回美国 哪怕自己一个人住在朋友杰西家 总会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女儿解释 为什么母亲就不能在美国治疗 因为钱 因为物质 因为现实 这些他不想让女儿知道 只能把回美国的条件 说成了考路前十名 如今 家的目标变了 不再是美国梦 而是妻子嘴中 那个大一点 姐妹两人都有各自房间的新房子 这一架讨好女儿的梳妆台 让丽丽简直气到不能行 还没说两句 方一再次站出来挑战母亲 虽说总归护着妻子 可换来的 还是女儿接连不断地重重摔门 女儿母亲 说到底 她们都是女人 接连的委屈让丽丽终于爆发 把委屈化作了丈夫即将到来的出差 把气氛变成了自己一个人摔响了房门 在那个阴云密布的清晨 只有方一在阳台默默为父亲松行 丽丽怎会不知道丈夫也是身不由己 可是这个家里谁不是身不由己呢 方安觉得姐姐的胡闹是为了让父母离婚 这样自己就可以独自回到美国 回去或许是梦想 如今面对的是现实 果不其然 方一期末考试是全班倒数第一名 不及格地全部站起来 梁方一同学 52分在美国是及格吗 方一不站起身的抗拒 换来了老师严厉的叫别 那一刻方一终于顶嘴了 可是那偌大的教室里没有同情 那沉默的气氛是老师说的不准哭 没有人知道她的委屈 所有人却看到了她这个美国人 如今面对的丢脸 鲜红的痕迹就着泪水 浴染在方一小小的掌心 她想美国了 想朋友节兮了 想那匹白马水花了 于是独自走进了网咖 方一记住了马场的位置 打开了一个匿名的博客网站 却对着不在线的杰西 打下了尽快联络的信息 那一晚 杰西的电话 方一并没有等来 等来的却是妹妹胸口 有异样的难受 姐姐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对吗 这一句话方一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用英语 用中文回答妹妹 期末到来 丽丽准时参加了方一的家长会 丽丽实在不理解 为何老师的体罚 会得到家长的认同 此时身边的家长和丽丽 打起了话 原来对方是思婷的家长 还没等丽丽道谢 思婷母亲却说出 希望方一远离自家女儿的话 原因很简单 思婷成气下降 心不在焉 听着所有同学都不喜欢 自己女儿的八卦 丽丽终于忍不住了 她终于知道 女儿到底受着怎样的委屈 大声克制所有家长 到底是谁还不想和自己女儿往来 有谁乐意考到最后一名吗 成绩不好 就是坏小孩吗 如果成绩好才能有朋友的话 我宁愿我的女儿没有朋友 杰西的信息终于来了 她在担心最近的疾病新闻 只是如今 方一却打不出回复的话 终于把所有想法 全部打进了那个匿名的网站 一言不发 一身烟味 甚至还去网咖 方一的变化 让丽丽既气愤又无力 叛逆期 一个不可抗拒的名词 在丽丽脑海浮现 如今 思婷再也不敢和方一说话 方一 甚至成了最后一名的代名词 谁知 班主人注意到了 方一和其母亲的不同 在电脑老师的帮助下 班主人找到了 那个匿名博客网站 发现了方一写下来的网址 她决定让方一代表班级 参加校内国语演讲比赛 题目是 影响我最深的人 方一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题 并不知道要说什么 老师告诉方一 有时候爱与恨是一体两面 或许当天把母亲叫来 你就能把心里的话告诉给母亲 又到农历七月的时间 这一次 丽丽选择烧纸钱给三天父母 这些 够他们买新房子吗 丽丽告诉方恩 自己受洗之后 就不能再烧纸钱 那这样子 外公外婆不会很穷吗 一句话让丽丽心中打碎了吴维平 万般言语 却说不出一二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 到底失去了什么 到底还有什么 当一切都变得迷惘无助 后悔和愧疚 或许才是让人痛苦的源泉 只是看着女儿书包中 每一页的教科书上 都有一匹马 丽丽知道方一还喜欢 那个梦中的美国 罕见的丽丽带着女儿们进入了美食锡餐厅 无数的冰淇淋让女儿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这一天 无数的美妙回忆混合着悠然的爵士院在舍间绽放 丽丽记下了这美妙的瞬间 因为她也想在这窒息的现实中 找到那一丝可以逃避的虚幻美好 好在这一晚 总会终于回到了家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家里的女人等着自己 这就是疲惫和辛苦最好的补偿 当两个女儿争先给父亲燃发 当所有家人 可以在这个不大的公安房间嬉笑 丽丽忽然间恍惚了 她很喜欢这一瞬间的开心 她又害怕失去这一瞬间的开心 她忽然间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她不想死 不想离开这开心的一家人 妹妹还是会碰到方姨 把方姨吵醒 只是每一次进来 方姨都要看看照片 看看那一匹白马 看看那被折起来的 合影的母亲 安宁缓和照顾 总会看见的东西 她还是问不出口 好不容易来得开心 她不想就此失去 妻子想让自己陪着 去教会 总会答应了 妻子说自己或许会死 总会说会好起来 妻子说复发 说要让自己照顾好方姨方安 总会终于怒不可遏 她不明白好好的一天 为什么就非要说死 非要说绝望 可是开门的瞬间 偷听的方姨却说出了 最伤害母亲的一句话 你一天到晚 就只会说自己要死 或许家人就是世界上 最奇妙的关系 嘴上说着最恶毒的话 事后心里却怎么都不是滋味 总会规劝方姨 母亲并不是犹新的 然而方姨还是听不进去 她依然想回美国 想用演讲比赛的成绩 让父亲送自己回美国 只是方姨的参赛 引来了同学的不满 最终还是那个不说话的 思婷为方姨解围 孩子们的情谊 并不是说断就断的 这次的出手 让二人再次走到了一起 思婷帮助方姨准备演讲比赛 思婷一直搞不明白 方姨到底在恨她母亲什么 方姨觉得母亲可以做得更好 那如果如今就是她的最好呢 思婷的一句话 让方姨气到扭头就走 只是这一句话却如意滴水 滴在了方姨敏感的心 孙惠又要走了 又要为生意外出奔走 如今的方姨已经不会隐瞒成绩 大方地找父亲签名 此时莉莉询问丈夫 方姨已经高烧三天 是不是要去医院看看 如今医院人满为患 流行病闹得人心惶惶 总归协力劝阻妻子 在家静养不要乱跑 然而莉莉还是坐不住 带着方姨坐上了 去医院的计程车 然而孩子不停的咳嗽声 让司机心里也打起了骨 本想绕道的司机 最终还是把母女送到了目的地 司机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如今的医院到处都是 等待检疫的人们 莉莉排了好久才让方安通过了检验 谁知就在等候时分 医护员提醒莉莉 方安因为结果异常 需要被隔离 莉莉及时通知了总会 那一刻总会又气又急 急忙放下了手中工作 准备找大姐接替莉莉 另一边 方姨的演讲稿得到了老师的认同 然而这一次 她还是不希望母亲到来 因为方姨觉得 母亲并不想听这些话 这些自己内心的心理话 家中的一切 方姨并不得知 当母亲通知自己妹妹住院时分 方姨还是觉得 父亲说不去医院是对的 然而母亲准备为方姨 请假在家休息时 方姨坐不住了 声称自己有演讲比赛 更是说母亲只是考虑自己 只是觉得母亲患上癌症 是因为照顾自己和妹妹 别把你的问题归咎到别人头上 那你以为我有选择吗 你一直都有选择 这一刻 女儿的顶嘴让莉莉怒不可遏 她把方姨所有的照片全部撕毁 大声叱骂着大女儿 只会考虑自己 争持间 方姨失手推了母亲 所有恶毒的话语 从嘴中接连说住 赶回来的宗辉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听见最疼爱的女儿 竟然对着母亲说 你想死就死的时候 宗辉终于愤然出手 教训了不听话的方姨 那一刻日立急忙抱住了丈夫 她一直说着对不起 一直想看看受伤的方姨 然而一切都已覆水难收 方姨急匆匆跑出了家门 坐上了远去的巴士 看着腿上的伤痕 在那个深夜的车站 方姨终于去到了那个最近的马场 夜晚的马场空无一人 除了马儿偶尔的喊声 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姑娘来到了这里 好在这里有一匹白马 她很想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水花 只是无论方姨如何安抚 如何劝导 白马依然无动于衷 她听不懂英文 听不懂水花 听不懂方姨无声的哭泣 那一刻方姨知道 她的美国梦随着这匹白马 再也回不去了 那一晚方姨坐上了警车 那一晚从回在家门口 焦急地联系着妻子 那一晚方姨再也没有听见过争吵 日子一天天过去 当电话的铃声 都能让莉莉惊恐的时候 她们多么希望打来的电话 是小女儿所在的医院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在莉莉看来 不过是一根铁链的晾衣架 不过是后知后觉 担心女儿的痛苦 不过是如今生活的支离破碎 不过是看不见希望的身体里的病魔 这一切方姨看在了眼里 再次看着妹妹的漫画 方姨忽然间明白了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直到回家的时候 父亲提起自己的演讲稿 如果你还想回美国 就算穷到脱裤子 我还是会想办法送你回去 但是如果你是在逃避的话 到哪里都是一样 当心心念念的东西 就在眼前时 方姨忽然间不想要了 那一双和妹妹印上的手印 还在 她终于明白了一个词 什么叫一夜长大 不久后 莉莉等来了她心心念念的电话 方姨只是普通的感冒炎症 已经可以出院 那一刻 全家人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而那个最先出门接孩子的男人 终于可以在那个无人的楼梯上 好好的 无声的大哭一场 生活总是有新的一天 家人之间或许不需要太多的新的言语 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方姨所有的话只化作一句 妈妈能帮我掏耳朵吗 正在妈妈的腿上 闻着妈妈的味道 方姨想起了当初和妈妈说过的话 下辈子想当什么动物 方姨当初想当马 而莉莉想当男生 那你还把这里当做你的家吗 妈妈 你不要死好不好 妈妈好爱你 好爱好爱 这段话是中文 这段话是隐秘 这段话留在了那个卧室 这段话消散在了风中 好在那个姐姐 学会等出院的妹妹 好在这一家人 终于愿意留在这个不起眼的破旧顶层 本片完 美国女孩是2021年华裔导演 阮凤仪指导的温情剧情片 本片讲述了 因癌症回到台湾的莉莉和其两个女儿 再见丈夫和父亲后 面临的意识冲突和生活的冲突 本片在金马影展 永夺三角和观众票选大角 更是入围HBO三角亚太短片 有时电影要表达的东西很简单 是生活化与普世价值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琐碎的事也可以转化为剧本 成为让大家共鸣的事情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一家人吵架 什么时候被父母体罚 什么时候学会摔门 每一样也都可以似曾相识 可有很多东西 要长大才会明白自己多幸福 有很多东西要经历了磨难 才明白要多珍惜 阿越看的时候 也难免有情感投射 似乎这不再单纯是一部电影 而是说生命的无常与入世 亦是很多家庭的写照 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 放在五湖四海哪里都有 我跟你说知乎者也 你跟我讲ABCD 但是电影作为光影的故事 却总能把全世界的人 在这一瞬间联系在一起 为父则强 为母则刚 或许我不了解宗泽的经历环境 但是不妨碍我为她那句 就算脱裤子也要再送女儿出国而动容 或许我不了解莉莉的生死痛苦 却为上一秒还在争吵 下一秒却为因自己而被打心疼的母亲 感到难过落泪 我们都有家人 我们亦有父母 生活或许不会容易 亲情也没那么容易和解 但是请记住那一碗开心的虚语 那或许是全天下 谁都不能替代给予的 生命中最温暖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电影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当然如果看完这个电影 有想到你自己的故事 或者你身边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讲一讲吧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